彭博的大雁隊形 噴出藍白紅三色彩煙震撼衝場 六架AT3教練及雷虎小組 空中分裂式國慶壓軸登場 代表國旗晴天白日滿地紅的 藍白紅三色彩煙畫破天際 在空中格外鮮豔 由西向東快速通過總統府上空 場面超壯觀 在國慶大會民眾驚呼神下衝場 不過空中亮點還有者 永鷹高叫機首次五架編隊 依靜湊的隊形高速飛越付錢廣場 展現飛行員的高潮技巧 巨大硬輕聲相撤雲霄 聲勢浩大展現金石戰力 另外還有一個珠木焦點 陸軍航特部的運輸直升機 將吊掛巨幅國旗飛越管理台 陸航親努客運輸直升機 吊掛一面長18公尺 寬12公尺的巨幅國旗進場 再度掀起高潮 由兩架黑鷹直升機 一前一後護衛的懸疑級編隊 飛越總統府 精彩瞬間令人默不轉睛 原本擔心小犬衰尾外圍環流 會影響國慶大典 一早八點多 天氣觀測機 換上亮牽與黑鷹直升機 就前後繞場 確認氣候狀況 所幸天氣很給力 表演任務順利開展 為中華民國 112年雙十國慶 畫下完美句點 記得王志文 黃玉蘭 台北報導